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没讲完的小过 乍德 上一期我们讲到 随着乍德军队的出重设日 乍太祖托姆巴巴耶穿着睡衣驾翁了 托派分子从此退出了乍德政坛 老托死后 全武装部队总司令菲利克斯·马罗姆上台 成为了新总统 相比于托姆巴巴耶 马罗姆是个相当拟人的总统 马罗姆上台后力求调节南北矛盾 准备为乍德争取和平 事实证明 对于乍德来说 马罗姆的努力虽然称不上是悬崖勒马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辽胜于无 当托姆巴巴耶驾崩的消息传到了利比亚 卡扎菲是真的伤心了 是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好找 卡扎菲的知己难寻 对于灵魂伴侣的死 卡扎菲极为不满 更不满的是 继任的马罗姆 居然不承认利比亚对澳祖地带的主权 澳祖地带可是卡扎菲花四千万英镑买来的 钱花了事办了 现在换了个总统就不认了 因此 卡扎菲重新找来了被他赶走的诈解镇 表示 虽然我之前的辈子让你们无处容身 但那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误会 现在让我们重归于好 反攻诈德吧 国家反诈APP需要你们的一份贡献 对于卡扎菲的反复横跳 诈德解放阵线分成了两派 他们的领导分别是古库尼和哈布雷 请记住这两个名字 因为在未来 这两个人将为大家掩饰 什么叫穷举法的排列组合 古库尼伟代一 一个满腹经伦的文盲 1944年 古库尼出身乍德北方的部落长老家庭 父亲是拥有崇高威望的部落领袖 古库尼没有进入过学校 因此没有文凭 但他在家族中接受了完善的教育 除了熟人于部落司法师外 还是个神学家 是个既懂法 也懂法的知识分子 乍德南北战争开打后 古库尼的父亲和四个哥哥先后阵亡 但家族的威望有增无减 古库尼为了家族四处奔走 凭借家族的威望和个人口才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而在他四处奔走的过程中 他结识了一个朋友 侯赛因哈勃雷 侯赛因哈勃雷 1942年出生于乍德北部的一个牧羊人家庭 虽然出身贵族 但哈勃雷从小就作提家天赋 小学毕业后被法国人相忠 给了他一份酷管的工作 靠着工作努力回来事 哈勃雷一路被法国人送进了大学 最终成为了政治学博士 在人均胎教一业的乍德 博士的哈勃雷那都不是公职 是先职了 1971年哈勃雷回国 被任命为副省长 由于托吴巴巴耶的政府歧视北方人 哈勃雷非常不爽 经常跑到利比亚散心 在利比亚偶然结识了古库尼 俩人年龄相仿 文化又都很高 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在古库尼的推荐下 哈勃雷最终弃观而去 加入了诈解镇 也反了 在卡扎非横跳之后 古库尼认为 自从被卡扎非赶跑后 现在诈解镇已经濒临崩溃 既不在诈德 也没法解放 更不是个阵线 在这个时候 有援助总比没援助好 卡扎非虽然不是个东西 但偶尔也是通人性的 既然我们想要反攻诈德 就还跟卡扎非合作吧 古库尼的意见 得到了大多数诈解镇成员的支持 卡扎非援助给他们大量武器 这一派人马重新组织起来 番号叫做火神军 而以哈勃雷为首的一派人则认为 卡扎非这一辈子 都是HRT离职 不干人事 贝宁跟他一比 都算是立场坚定的 乍德内战无论怎么打 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用不着别人掺和 所以哈勃雷带着几千人 决定单干 他们来到乍德西部 成立了组织 名叫北方武装部队 此时的乍德局势 三足鼎立 分别是北方的卡扎非 加古库尼 西部的哈勃雷 和南方的马鲁姆政府 乍德战争1.0百 已经攻测 既然局势已经明朗 阵营已经划清 那么收拾收拾 开干 1976年10月 卡扎非和古库尼 开始大举南下 第一个目标 先把哈勃雷打跑了 之所以先干哈勃雷 是因为哈勃雷的 不合作态度 让卡扎非很颠面 而且三方中 哈勃雷实力最弱 卡扎非决定 先欺负一下 这个软世的 在卡扎非和古库尼 的联合进攻之下 哈勃雷节节外退 只能欺甲跑路 保读苏丹奔竞吃沙子 出战告捷的卡扎非 信心满满 1977年6月 卡扎非和古库尼 再次联手南下 准备一举灭掉 乍德的中央政府 打进乍德府 活着马洛姆 在托姆巴巴耶的清洗下 乍德南方政府的实力 本就堪比碧桂尔方面军 卡扎非和古库尼 这么一进攻 马洛姆自然抵挡不住 关键时刻 马洛姆表现出了 一个政治家的手段 除了请求法国出兵之外 他还联系上了 蹲在边境吃沙子的哈勃雷 兄弟 虽然咱们乍德南北方 过去不对付 但鉴于咱们现在 有共同的敌人 要不咱们把过去的恩怨 先放放 联手对付卡扎非 哈勃雷立刻回复 咱们乍德南北 本就是意义代写的亲人 过去的区区灭族之首 何族挂齿 至此国家危难之际 我们必须联丑抗敌 1977年9月 俩人正式接亡 签订了卡扎木协议 协议那种大概是 马洛姆承担哈勃雷的军费 哈勃雷率军金银群王 马洛姆哥哥当大总统 哈勃雷哥哥当小总统 双方非想全力 至此 乍德战争2.0版更新版本 变成了卡扎菲加古库尼 VS哈勃雷加马洛姆 得知版本更新后 卡扎菲立刻予以回应 1978年1月 火神军和利比亚军队 联手猛攻 政府军伤亡惨重 眼看着首都恩贾梅娜 门户大开 乍德就要兴了卡了 马洛姆又开始玩外交了 1978年2月 马洛姆把利比亚军队的侵略行为 告到了联合官领会 宣布与利比亚断交 除了这次男亲外 还把欧祖的这些问题 提到了联合国 非要把事闹大不可 马洛姆的抗议 引来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作为地区老大 法国不得不管 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 是个算财政账的实在人 有件于卡扎菲买了法国不少军火 法国并不想得罪卡扎菲 所以想霍克悉尼 德斯坦一方面派人劝说马洛姆 老马呀 卡扎菲这人其实就是性子直 除了想杀你全家外 也没啥恶意 你们俩这点小摸他 没必要闹得全球皆知 赶快把你的控诉撤回来吧 咱们外部矛盾内部解决哈 另一方面 德斯坦派人去找卡扎菲谈判 老卡呀 虽然马洛姆的人 看着像个西装懦夫 但耗子急了还要人呢 见好就收吧 你们俩坐下谈谈 有我公平的拉片架 能让你吃亏吗 其实 如果此时卡扎菲能够坚持到底 他是完全可以一举吞并整个乍德的 但在卡扎菲波澜壮阔 有一事无成的一生中 如果说他有什么超能力的话 就是他每次都能在一片优势的时候 转优势为劣势 所谓宅在家里多添一双碗筷 外出拼搏 偷空六个钱包 看到法国调停 卡扎菲表示愿意谈判 他命令前线军队 停止进攻 不打了 谈 在法国调停下 马洛姆的中央政府维持了存在 但也被逼签订了城下之盟 乍德被迫签订了班加西协议 协议规定 乍德政府正式承认诈解任 为其提供军费 双方以目前时空线为边界停火 保证不再互相攻击 而由谁来监督双方停火呢 居然是卡扎菲 从协议上讲 卡扎菲几乎吞并了乍德的半壁江山 而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法国的态度很明显 既然乍德总是打内战 那就干脆让他南北分裂吧 至于说这样的分裂 会对乍德有啥影响 他死了死谁儿子 只要法国的南方的利益无损就行 卫逼签订了如此丧权辱国的协议后 马罗姆彻底威望扫地 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换来了和平 卡扎菲也在协议上签字了 可是等字签了事办了后 卡扎菲回过味了 不对啊 这么离谱的条件 马罗姆都答应了 那我如果继续进攻 是不是就能赢者通吃的呢 意识到自己吃亏了以后 卡扎菲决定毁约 卡扎菲这种行为 就好比大家坐车你走道 大家喝水你尿尿 大家聚餐你拉屎 大家唱歌你跑调 总能在大家大乘一致的时候 选择个影人 这也是一种独特的本事 虽然决定回约 但由于自己刚刚签约 实在不好亲自下场 因此卡扎菲决定 让古库尼的火神军南下 到时候国际社会查起来 就说你古库尼单独行动 我出钱你出脸 咱俩这事没风险 1978年4月 火神军继续进攻 乍德艰难取得的短暂和兵 仅仅维持了几十天 而这一次的进攻 将为乍德战争带来3.0版本 1978年4月 古库尼率决南下 准备直上神经推翻马罗姆 然后法国人出手了 对于卡扎菲的毁约 法国人怒了 刚签完协议就毁约 你们俩吃了哥斯拉鞭的这么勇 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 面对南下的火神军 法国外籍军团果断出兵 很快把古库尼打得丢黑气甲 南征如此惨败 卡扎菲怒了 然后在一怒之下 把古库尼收拾了 卡扎菲对古库尼的不满 由来已久 其一是因为古库尼和卡扎菲 虽然同属伊斯兰教 但双方教派不同 是纯粹的利益联盟 其二是 古库尼在乍德声望很高 卡扎菲很怕自己忙活了半天 最有好处让古库尼得了 现在看到古库尼连打败法军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了 信仇旧愤涌上心头 卡扎菲出离愤怒了 决心拿下古库尼 1978年8月27日夜 卡扎菲对古库尼发动了投袭 要从物理上灭掉这个隐患 当然了 如果你看过我们利比亚那集的话 应该会明白 卡扎菲在搞秘密行动方面 是多么的天赋异禀 这场乍德版的猪瘟叶洗礼合用 果然毫不意外的出意外了 在卡扎菲投袭的那晚 古库尼根本就不在家里 卡扎菲完全是对空叔叔 得知自己被投袭的古库尼 气氛至极 果断的驱逐了所有的利比亚顾问 宣布将单独与法国讲和 也给你卡扎菲不攻那天 那么在北方闹内讧的时候 南方的马鲁姆和哈布雷在干什么呢 他们也打起来了 南方内讧的原因是比较离谱的 1979年2月11日夜 几个喝多了的哈布雷的士兵 跟马鲁姆手下的政府军 发生了一次斗欧 斗欧的小包包一路打到了各自老板那里 第二天早晨 马鲁姆去找哈布雷谈这事 大约哈布雷起床气比较重 两边骂了起来 随即总统和总理各自招呼人马 在首都就地开片 这场恩惊事变直接打烂了恩贾雷他 紧接着阵营再次转换 被卡扎菲四处追杀的古库尼宣布 哈布雷就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我们过去的战斗都是家庭内部矛盾 现在我们的误会已经解除了 我得帮他呀 至此 炸则战争3.0版本正式更新 变成了卡扎菲 vs.古库尼加哈布雷 vs.马鲁姆 1978年2月19日 古库尼和哈布雷正式联合 一路南下杀进了恩贾雷娜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恩贾雷娜起码有5000人被杀 7万余人逃离 以南方人为核心的政府班底 被一扫而空 炸德的合法政府彻底完蛋 在这一版本的炸德内战中 法国人是彻底白烂不管了 但炸德的邻国受不了日益迷烂的局势 纷纷苦劝各方停国 在卡扎菲的离讨外决之下 和平努力一再被打断 折腾到了1979年11月 精疲力尽的各方 终于达成了一版和平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 各方立刻停火 马鲁姆立刻滚蛋 解散地方军队 法国全面撤军 邻国部的干涉内政等等 同时 他协议组建了一个新政府 由古库尼担任总统 哈布雷担任国防部长 南方派代表卡木格 担任副总统等等 从内容上看 这是一份完善的协议 他保证了炸德的各方利益 构建了新政府的基础 但他唯一只有一个小侠词是 他不会被任何人遵守 没有执法者的法律就是废止 没有监督者的协议也是 炸德经内大大小小的军头 岂是一纸协议能够约束的 这份协议刚签完 首都恩加梅娜街头 就出现了足足五支 不同派系的部队巡逻 每个都说自己是政府军 这要是不打起来就又故意了 没过几天 古库尼和哈布雷 这对表面兄弟就又干起来了 为了能彻底压倒对手 总统古库尼再次展示了 深不可测的下线 他居然重新去找了卡扎菲 以国家的名义向利比亚求援了 得知消息的卡扎佐泪流满面 古库尼老弟 之前我想弄死你 都是一些小误会 从今以后 老弟你又是我的亲儿子了 1980年6月 卡扎菲和古库尼再次结成同胞 炸德战争4.0版本上线 变成了卡扎菲加古库尼 vs哈布雷 这一次卡扎菲不再有任何顾虑 毕竟这名义上 算是应炸德政府的邀请出兵 卡扎菲决定 亲帅利比亚天兵下场 也要南下了 1980年12月 卡扎菲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开始了 他苏手一挥 近万的利比亚军队 开着坦克隆隆南下 这一战 利比亚军队展现出了 高超的战术规划素养 各种战术穿杀 让人眼花缭乱 空军和地面部队紧密配合 时而疯狂攻炸 时而精准攻投 不少装甲部队 也能穿越一千多公里 被投放到敌人后方 为了如此强大的利比亚军队 乍得各方瞠目皆舍 这是非洲大区 能够匹配出来的水平吗 其实我们都明白 光靠卡扎菲那肯定是没戏的 利比亚军队能够表现得如此亮眼 靠的全都是你弟熏宗啊 苏联特供军火万新 全品类军火放假 熏宗优惠持续加码 原价几千万的苏联坦克 只要998 米格战机半价销售 还有防空导弹搭配送送 买了军火不会用不要紧 苏联教官上门教授 所有新式军火包集会 品类众多 可以在苏军仓库随意搜一搜 放心买 损坏的军火 换一赔时 且有寻中面子双重宝藏 现在就进入莫斯科买买买吧 在苏联和东德的帮助下 仅仅用了10天 利比亚军队就攻陷了恩贾梅娜 1980年12月 卡扎菲和古库尼联盟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哈勃雷又被赶到边境 去吃沙子去了 然而事后证明 哈勃雷这一次出逃 并没有让他退出历史舞台 反而让他开始了一段 再入史册的思考 哈勃雷如何误道 暂且不说 大光告成的卡扎菲 愁愁满志 回顾五年来 与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 卡扎菲心潮澎湃 现在是时候吞命乍德了 1981年1月 卡扎菲和古库尼 发表联合公告 宣称 利比亚和乍德 会努力实现两国的全面同意 在1981年的世界里 这种行为可就太过分了 上一个这么干的小胡子 已经分子化了 你卡扎菲何德何能 要吞命一个主权国家 法国第一个表示反对 你们哪让我不管 但法国在南方有利益 想吞命整个乍德 门都没用 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 卡扎菲又怂了 他宣称 大家都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人民联盟 而非国家联合 没有吞掉乍德的打算 本来 此时的乍德 已经在卡扎菲的控制之中 但本着剑术 也要踢三脚的精神 已经升空大城的卡扎菲 他居然又想把古库尼换掉 我们不知道 卡扎菲有怎样的心路历程 才干成这种 没得不屑就杀驴的事情 总之 1981年10月 卡扎菲和古库尼又搭起来 乍德战争5.0版本上线 卡扎菲VS古库尼 已经撕破脸的古库尼 这次也没有顾忌了 他要求利比亚军队 完全明确地撤出乍德领土 然后卡扎菲就撤军了 把倒手的地盘 全部让了出来 1981年11月 利比亚军队全部撤出了 除奥祖地带外的乍德领土 卡扎菲的温顺让大家感到吃惊 其实这次卡扎菲撤军只有两个原因 次要原因是 1982年 他将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 闹得太大面子上过不去 而主要原因是 那个在边境上吃沙子的哈布雷 他回来了 而这一次 他将变得无比强大 我们虽然开头讲过哈布雷的超高学历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 哈布雷虽然拥有很高的文凭 但他的行为绝不文明 从加入诈解镇开始 哈布雷的部队就是以军机败坏而闻名的 1974年 他为了搞钱绑了三个欧洲人 其中包括德国著名医学家 克里斯托弗·斯泰文 斯泰文医生在非洲各地志愿服务了六年 拥有很高的声望 但哈布雷还是毫不犹豫地杀掉了他的妻子 为了逼希德官员掏钱 还砍掉了斯泰文医生的一只手 这种兽刑引发了全球舆论的一片谴责 也让古库尼非常愤怒 从风格上讲 古库尼更像是一个文人 他很尊重已故的诈解镇秘书长阿巴查 不允许部队向土匪化发展 而哈布雷丝毫没有这种顾虑 执着于发展绑票抢劫这种第三产业 这种三观差异是两个人矛盾的开始 从诈德内战开打后 哈布雷今天投靠马路姆 明天结盟古库尼 从一个失败走向了另一个失败 直到1980年 在又一次被赶到边境吃沙子后 哈布雷终于误了 在这场沙漠误道中 哈布雷复盘了诈德战争的项目流程 拆解了各支势力的共同打法 定位了南北双方的差异赛道 拒绝了冷战格局的外交生态 最终哈布雷知道了自己不断失败的根本原因 缺跌 哈布雷意识到 想在非洲混必须得有个好跌 托姆巴巴耶倒行逆尸而不倒 是因为法国跌 古库尼大起大落而不死 是因为卡扎菲跌 而卡扎菲精神并发还能活到今天 是因为有个熏宗跌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台 这帮人能够活到今天 都只是因为他们有个好跌 所以 哈布雷为自己规划了一个核心目标 我得找个跌 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 很快就有了第二个问题 我该去哪找个跌呢 在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复盘之后 哈布雷认识到 当今非洲的主要矛盾 是日益增长的任跌需求 和有限的跌之间的矛盾 首先 利比亚跌被排除了 卡扎菲是条疯狗 苏联跌实在太远 自己没有门路 法国爹向来为父不仁实在不靠谱 那么 有没有比法国爹更靠谱一点的呢 此时 哈布雷的脑海中 响起了那首折眼 那一瞬间 哈布雷误了 我真正应该找的是美爹呀 面爹者哈布雷 我是你的破爹人 就在哈布雷顿悟的同时 美国人也注意到了他 中情局两威廉凯西 此时正在推行里根的反苏布局 在一切地方削减苏联的影响 眼看着卡扎菲在乍德如日中天 美国人立休给卡扎菲添点阻 而哈布雷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就这样 目标相同的两伙人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狼狈 同仇敌凯的生活 1981年初 中情局派人联系上了哈布雷 需以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并同意在情报训练等方面 给予鼎力支持 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 打断卡扎菲伸出来的鼻子 在美国的支援下 哈布雷很快重整旗鼓 1982年1月 哈布雷散攻乍德 也回来了 此时古库尼和卡扎菲已经到白 在这场乍德战争6.0版本中 古库尼节节败退 1982年5月 哈布雷军队抵达首都恩贾梅纳 开始攻城 万般无奈的古库尼 又一次去找卡扎菲帮忙 被拒绝 1982年6月7日 哈布雷成功破诊 古库尼只能被迫北寿 跑回老家了 就这样 在乍德战争迭代到6.0版本后 哈布雷终于成为了全服利益 在美国的支持下 成为了乍德总统 为表新潮雅正 一上台的哈布雷 迅速向全国展现了自己的人均风范 哈布雷刚刚上台 就成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 四处抓捕反对派 这群秘密警察在酷刑守法 深得中情局真传 逮住人后 会用各种吸引手段加以折磨 包括但不限于往人身上涂白鳞 往眼睛鼻子里喷催泪把丝 水管子往嘴里滚开水 把人撑死等等 比起酷刑的随机性 哈布雷政府定期进行的种族清洗 也能让纳粹汗烟 在八年的统治中 只要南方各部族超过一定数量 哈布雷就和太平下乡 执行人类清除计划 相比于桑卡拉 非洲的切克瓦拉的名声 哈布雷成功为自己赢得了 非洲的皮诺切瑟的美誉 在美国的支持下 哈布雷的统治无可动摇 甚至中情局还帮他建立了一套情报网 1982年末 搞定南方的哈布雷开始北伐 此时卡扎费已经撤兵 古库尼手里只剩下2000多人 大局似乎已经不可逆转 然而不久前还宣称 中立的卡扎费终于回过味来了 不对啊 哈布雷要是统一了乍德 我不是什么都捞不到了 终于 卡扎费第三次宣布 全力支持古库尼 1983年6月 利比亚正式出兵 乍德战争7.0版本上线 虽然哈布雷北伐 听起来像个声势浩大的行动 但其实实力仍然很有限 1983年8月 在利比亚军队的投袭之后 哈布雷主力遭受重创 本人跑回首都 赢得仓皇北户 面对卡扎费的进攻 哈布雷紧急请求美国支援 而美灵总的态度是 要钱可以 出兵别想 美灵总表示 北非是法国的势力范围 我们出兵属于呛航 我们要求法国出兵 履行历史责任 法国并不愿意出兵 但在美国的不断建计之下 法国被逼到了墙角 1983年8月 法国总统密特朗宣布 法军将重返乍德 2000多法军进入乍德境内 其实这张法国是真不想打 因为哈布雷上台后 甚至连南方的石油利益 都给了美国人了 自己打仗完全是亏本满 为了不亏本 法国很快找到了省钱的方法 他们在北纬15度画了一条线 宣布任何渡过这条线的 北方军队都会遭到打击 严下之意是 只要你们不过来 我也不会打过去 于是 在这场炸泽战争的8.0中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竞作战争 卡扎费没胆地进攻法军 法军也不想帮哈布雷鬼伐 双方隔着红线 足足耗了一年多 这场径作战争 熬战了一年多后 1984年4月 双方终于把腿抖马了 卡扎费主动提出 利比亚军队和法国军队 共同撤收炸德 双方的实际控制区域不变 各回各家如何 密特朗认为 嘿 卡扎费这人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他虽然一向不泡泡 但这个提议还是挺拟人的 1984年9月 双方达成协议 法国和利比亚同时撤军 把乍德的事情 留给乍德人解决 公告一出 各国媒体纷纷称赞 密特朗外交手腕了得 让乍德这个死局 出现了决定性进展 志得意满的密特朗 亲自指导了撤军 一个月后 法军离开了乍德 然后他发现 卡扎费根本就没撤 在未来的很多年里 密特朗无数次 对身边的人表示 我就是个傻的 真的 我居然曾经相信 卡扎费是个有信誉的政治家 法军一旦撤出 想回了可就不容易了 骗走了法国人的卡扎费 开始大规模增兵 1985年 利比亚军队出兵南下 开始蚕食乍德南部 准备彻底吞兵乍德 不可奈何的美国人 只能继续武装哈布雷 希望哈布雷能够自己争点气 求人不如求自己 别忘了自己也是个人的 在这场乍德战争9.0中 哈布雷直扔起来了 1986年2月 哈布雷军队大胜了 利比亚和古库尼的北方林军 大胜的原因 是哈布雷手下 一个叫伊德里斯戴比的将领 战术高超 他集中优势名利 将对手各个击破 揭蔑了大量的北方军队 而在这个兵败是皮的时候 卡扎费又干了一件 实在是让人无语的事情 他又一次跟古库尼翻脸了 派人去把古库尼抓了 也许是对谁打我 就打古库尼这件事 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 总之 卡扎费又跟古库尼翻脸了 这一次内侯影响很大 古库尼被抓后 在他手下疯狂袭击利比亚军队 然后带着武器 全部投靠了哈布雷 更令人无语的是 哪怕抓人这件事 卡扎费干不好 被抓后 古库尼居然趁着看守疏忽 成功跑路了 1986年10月 跑路后的古库尼发表声明 表示 自己愿意无条件 与哈布雷和解 乍得人要一起 为国家统一 和收复领土而战 终于利索了 从1976年卡扎费南下开始 到1986年 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 卡扎费终于达成了 一个空前的成就 在他的努力下 乍得国内 矛盾重重的各方势力 终于联合到了一起 当乍得战争 更新到10.0版本的时候 乍得的各方 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赶走卡扎费 如果说卡扎费的一生 有什么坚持的话 就是他总在 该硬的时候 一怂到底 该怂的时候强硬无比 其实1986年10月的形势 当古库尼和哈布雷 联合起来的时候 长脑子的人都应该看出来 乍得人统一战线了 是时候该撤了 可在这个时候 卡扎费也展现出了 一个男人的坚持 他把国内的部队 统统顶到了乍得 准备给乍得军队决战到底 这一次 卡扎费的对面 不仅有古库尼和哈布雷 美国和法国 也在乍得军队提供了 大力支持 利比亚军队 在乍得发起了数次进攻 都在哈布雷的抵抗下 毫无进展 这件来到1987年初 利比亚军队 已经失去了进攻能力 人能结应债打带仗 努力的休工室 准备死顶 为了赶走利比亚人 哈布雷政府 也进行了大规模动员 部队总人数达到了2.8万人 后勤力量也很充足 唯一的劣势 就是缺乏重武器 对付不了卡扎费的坦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为哈布雷 送来了大量步兵翻坦克地雷 法国的送来了一种特殊装备 400辆丰田皮卡 皮卡车 在任何国家 都很难被归类为军火 但在非洲大学 优秀的匹配机制里 它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 1987年1月2日 乍德政府军 约3000人的部队 开着大量皮卡 在凌晨抵近利比亚据点拉法 那里有利比亚一个装甲旅 约1500名士兵 借着黑夜的掩护 拥有隐身buff的乍德军 发起了投袭 很多利比亚军人 还没有爬进坦克就被歼灭 而进入坦克的装甲兵 则见到了一种 前所未见的战术 乍德的皮卡车 围绕着坦克转圈 坦克的炮塔 根本追不上皮卡车的速度 虽然皮卡在坦克面前不堪一击 但坦克就是无法锁定他们 而皮卡车上的士兵 则可以轻松利用反坦克武器 瞄准坦克 在短暂的交火后 法达巨点的利比亚军队一败涂地 92辆坦克和33辆装甲车 被乍德军队摧毁 而乍德只付出了 三辆皮卡的代价 这场惨败 面对着凶残的炸得人 卡车飞只能下令大踏步的撤退 当然了 在宣传方面 卡车飞从来都是宣传 自己大败哈布雷 我方胜利转进 敌方狼狈追击等等 1987年8月 哈布雷御驾亲征 亲自带队收复了奥祖地带 毫无士气的利比亚军队一触其溃 至此 卡车飞经过十年的折腾后 终于在劳民伤财 死伤无数后 毁到了原点 哈布雷认为 下一个行动 应该是反攻利比亚本土 推翻卡车飞了 里根也支持这个想法 但法国在这时候跳了出来 撤回了对哈布雷的空中掩护 让利比亚空军 成功轰炸了炸得军队 终于停住了哈布雷前进的脚步 法国之所以撤回援助 是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哈布雷再打下去 卡车飞有可能真的会被推翻 而让美国势力燃止北非 这是法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至此 各方终于消停了下来 卡车飞因为一系列失败 只能求和 哈布雷也决了开疆扩土的心思 美国和法国也算是 维护了各自的利益 到了收场的时候了 1987年9月11日 双方宣布停火 开启谈判 为期八个多月的 丰田战争结束 哈布雷成功统一炸得 赶走了利比亚人 至于尚有争端的奥祖地带 1990年9月 两国都同意 将其交给国际法庭解决 对于这件事 卡车飞是信心满满的 因为他认为 奥祖地带不是我侵略来的 我花钱了 4000万英镑啊 由我求你托姆巴巴耶 生前的书信为证 这是货真价实的卖国呀 不是我撒谎 卡车飞这边的说辞 把乍德政府和法庭都听乐了 乍德向法庭提出了申辩 奥祖地带是乍德的国家领土 总统根本无权私下割让 就算割让 也要有议会通过的正式协议才行 托姆巴巴耶的书信 根本一文不值 你是被忽悠了呀 最终国际法院通过了裁决 判定奥祖地带的主权依然在乍德 卡车飞先生 你的4000万英镑确实是白滑了 乍德同意了 奥祖地带回来了 而这个在苦难中 争扎了几十年的国家 真的就这样迎来了和平吗 达炮卡车飞统一乍德 这让哈布雷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但是 哈布雷实在太惨暴了 在天下出定之后 他又开始在国内搞带惊喜 1989年愚人节 哈布雷宣布 陆军司令伊德里斯代彼 内政部长穆罕默德·伊特诺 和全军总司令哈桑·贾姆斯 准备发动政变 这三个人都是战争功臣 哈布雷发难当天 总司令贾姆斯就被逮捕后绞死 内政部长伊特诺遭到枪杀 但是陆军司令戴比 深知老板为人 他润了 伊德里斯代彼 1952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牧民家庭 是读过大学的精英军官 还是个飞行员 从军之后 戴比跟着哈布雷征战多年 也许是因为公欧镇主 他去投奔了卡扎菲 也许是特别的缘分 这个当年把卡扎菲打得 丢盔西亚的将军 如今来到了利比亚 卡扎菲展现出了晶云的格局 给钱给枪给人马 准备帮助戴比反攻乍德 而且这次的条件还很简单 不要乍德的领土 事成之后 把利比亚的战俘放了就行 戴比是个聪明人 他除了得到卡扎菲的支持外 还得到了法国的支持 法国早就对哈布雷投靠美国不爽了 因此秘密支持了戴比不少情报 乍德战争第十一轮开始 然而这场战争却丝毫不激烈 因为哈布雷遭遇了当年建文帝的窘境 功勋将领都被清洗掉了 手下的人没有能打的 1990年12月 戴比的军队轻松进入了甲梅纳 哈布雷带着1000万美元跑路塞内加尔 流亡海外的哈布雷在2005年被软禁 2013年被正式逮捕 这个暴军需要对4万条人命 和20万桩酷刑负责 被判了终身监禁 2021年8月 哈布雷已经感染新冠去世 中年79岁 至此 乍德进入戴比时代 相比于哈布雷 戴比没有那么残暴 他知道如何靠铁腕和腐败统治这个国家 也能卸调国内国外方方面面的关系 比如我们的老朋友古库尼 1987年卡拉菲战败后 古库尼知道哈布雷将来必定容不下自己 逃亡到了阿尔基尔 2009年 在戴比的邀请下 古库尼回到了乍德 专心担任戴比家族的顾问 他至今仍然活着 从1966年 乍德战争全面开打开始 到1990年戴比登基为止 这场长达24年的漫长战争 似乎终于以戴比的胜利告终 但其实 乍德的故事从来没有赢家 但书家却是很明确的 就是乍德人民 戴比在乍德的统治长达30年 在这30年的时间里 乍德几乎从未迎来过和平 各地的地方叛乱和部落冲突从未停滞 戴比根本无力解决 乍德军阀割据的局面 永无休止的战争 让战乱成为了乍德的常态 以至于世界上的人都忘了 这里每天都发生的战争 2003年 苏丹爆发内战 20万难民居然逃难到了乍德 结果 难民到了乍德才发现 怎么你们这儿打得比我们还乱 乍德百姓也懒得解释 只是跟联合国难民署的人说 苏丹人逃难来了 我们也不赶他们 只是不要让他们烧我们的柴火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够烧 这是一种极度麻木下的状态 对于乍德人来说 和平稳定和繁荣 都已经距离他们太过遥远 似乎是注定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了 时至今日 乍德全境没有一条铁路 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只有3000公里的公路 人均生命50多岁 每28000人中只有一名医生 近一半的女性接受过隔离 作为一个产油国 乍德全国能享受电力的人口不到2% 6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存稳吗 对于乍德人来说 这样的生活也许是宿命中的常态 但如果你翻看乍德的历史 你是否想过 他们其实本可以不这样 如果每一任领导 都能为了大局而争取和平 如果各地的军阀 能够为了人民而不再开战 如果把官员尽数贪污的 卫生支出真正的划给医院 如果把本应该属于 国家的矿产收入 真的上缴财政 如果把国际社会的援助 真的用在实处 如果把代比总统 在海外107亿美元的存款 拿出来一些分给乍德人民 他们其实本可以不这样 但以上任何一点都没有人做 任何一个环节 乍德都没有走上那条应有的路 所以就这样了 在乍德 在整个非洲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苦难既是悲剧的原因 苦难也是悲剧的结果 2021年 乍德北部叛乱再起 代比清零前线 鼓舞士气 却他4月20日 吃了一发炮弹 死在了总统任上 中年68岁 这就是我在开头所讲的 那则无人关注的 爆炸性新闻的内容 代比死后 他37岁的儿子 接手了权力 维持代比家族的统治 没有人关心 这则新闻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本集视频也只不过是 讲述一个在无人关注的国家 发生的无人关注的新闻 引出的无人关注的故事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